根据朝中社23号的报道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振恩 视察了朝鲜新建造的潜艇 报道说金振恩在视察的时候 具体了解了潜艇的作战战术数据 和武器战斗系统 并且对潜艇的设计和建造表示满意 他说朝鲜潜艇的作战能力 是国家防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致力于开发潜艇等海军武器装备 根据了解 该潜艇即将部署在朝鲜东部水域 执行作战任务 报道并没有详细写出 该潜艇配备了何种武器系统